大家好,又是我Carry 今天分享一個很簡單的 啤酒雞腿 很香 首先我們有幾隻雞下腿 肯定是急痛貨 在冰箱解凍後 拿出來洗一洗 然後吸乾水 我們在骨欖上切一刀 這樣容易入味和容易熟 就是這樣 接著我們有少許薑和蒜頭 用來醃一醃 我們再拍一拍薑 讓它大快一點 有些薑 雞的鮮味就會出來了 有幾粒蒜頭就可以了 有些料頭的味道會更香 香很多 醃了雞腿 然後 蒜頭 薑 尿酒 蠔油 生抽 份量我會寫在螢光幕上 大家可以跟一跟 醃完之後會有底味 醃了 醃了多久呢 我就醃過夜 如果沒有時間 五六個小時左右 都可以的 如果再沒有時間 一個多小時都可以的 去燜去 有些時間 就要加多一點 醃了再醃了 再醃均 還有這樣 煎的時候 它的顏色會更好 很多的 放冰箱 醃了雞腿 很简单的配菜 醃了雞腿 薑 蒜头 干葱 洋葱 一条甘筍 有些甘筍 等会你会看到 煎一煎 因为甘筍便宜 所以不停吃 洋葱半个 白洋葱 红洋葱 切粗条 粗条 很简单 不需要什么特别技巧 大快一点也不要紧 甘筍先去皮 容易切些 先切一开二 接着 切少少出来 这样 它就不会移动 然后把它切薄 有少少 切一片片 有少少厚度 等会煎的时候 容易煎很多 如果你不想加甘筍 可以不煮 可以不放 可以放其他东西 放薯仔也可以 几片姜 始终有些姜 会更好吃 干葱 蒜头 干葱 现在在街市买都很便宜 可以多放几粒 香很多 尽量加多些料头 整煎菜 味道都会不同 很粗 很简单 蒜头 压一压 拿出肉 就可以了 皮不要 基本动作 姜 干葱 蒜头 放在碟上 整整齐齐 乾乾淨淨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冲火起锅 准备一只锅 有煙 然后加少许油 然后移动一下一分 去看 尽量油 at the end 锅 以铁锅 Carolyn 尽量的板任性 等會兒,可能有廣告 你可以一邊欣賞ственный廣告 自邊去幫狗狗寵寵 給你勵全髮頣 麻煩麻煩 雞腿放進去的東西 很簡單,煎就可以煎熟了 哇!煎成香 有明顯了是香 但真的放那麼多 能保持中火 distracted by the car 我爐勃的火不大 不一定的煎到 柱就一定要煎在 there 不用急的,慢慢煎,煎香 就這樣放下去,味道不香 煎了之後就會香很多 煎到皮有色,肉當然會有色 就是這樣的狀態,看到肉都焦焦皮有色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洗一洗鑊 其實我應該調轉次序,不要緊,應該先煎甘筍 但沒所謂,我先煎雞腿 這次我用菜油,沒有用牛油 很簡單,中火氣鍋,燒到煙後 放油,油有少許煙的時候 把甘筍片放下去,煎到兩邊有色 就可以了 如果有時間,其實甘筍煎一煎 然後才燜,就會香很多 還有不用燜太久 因為我現在切片,雖然有點厚度 但就肯定不會像平時那樣,一粒粒 需要時間 煎很多,節省時間 看看吃會香些,煎到有色 兩邊表面有少許色,就可以了 如果有牛油,你可以放少許牛油 或放少許蜂蜜,滾一滾它 就會更加好吃 但我不想那麼甜 我沒有放到蜂蜜 原來甘筍煎,用牛油煎 然後放少許蜂蜜 已經很好吃 煎到這樣就很帥 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先放在一邊 放在一邊 最後才用 然後拿一隻鍋 不需要洗 我們放少許油 少許蔡油 然後燒到煙 鍋已經夠熱了 先放薑片 中至細火,慢慢煎香薑片 煎到薑片會焦焦的 因為薑片還沒出來了 這樣就沒有浪費了 海外的網友 有時候買薑片會很貴 就算是用了 幾片就夠了 然後我們把蒜頭 蒜頭 那些乾蔥頭 全部丟進去 炒香去 如果乾蔥大粒的話 將它一開二 因為我這麼小粒 我就整粒過了 你看到蒜頭已經有色 很快 炒香 我們炒香 煎香 這些料頭 這樣整鍋就香了 這個時候 我們把洋蔥放進去 然後把火 稍為提高一點 因為鍋的 配菜很多 火太小 就不夠力的 這個時候 我這個火 我開到最大 然後把洋蔥炒香 如果不夠油的話 你可以加少油 太少油 不好吃的 炒到你聞到有味 然後我加一湯匙的沙茶醬 有些人 有些做法是可以加茄膏的 有些做法是柱頭醬的 都OK的 沒有問題的 接著我們 炒香 這個時候 你可以稍為 把火調低少少 這樣就不容易混 接著我們加啤酒 我約我 加了 300ml 左右 一罐500ml 300ml 300ml 加進去煮 200ml 我自己喝了 接著 我們 煮滾 然後 把雞腿放進去 炒熟 加啤酒 這個啤酒 會有一種獨特的香味 還有 其實啤酒 會有軟化作用 會快些 醃雞的醃油 那些 蒜頭 不要浪費 很獨特的香味 炒的時候 你也會聞到 咖哩屋也會聞到 味道很香 我們下少許香葉 一塊 或者半塊都OK 我加了半塊 香葉大塊 我加了半塊的香葉 小小的 味道 然後 有八角的 八角和香葉 接著我放了小山粥 一湯 慢慢火 炆熟 很快熟 炆熟了之後 會軟的 不用擔心 不會硬的 這個時候 我們把甘筍放進去 很快便可以吃 甘筍不需要很多時間 等一下我們放進去 輕輕煮五分鐘便可以了 這個時候其實你可以試一試味 試一試味 看看能不能夠鹹 如果不夠鹹 你加點鹽 或者生抽 五分鐘之後 接著基本上 就可以吃了 很快 把雞腿炆熟 熟了沒多久 就可以軟了 很快 你看現在的甘筍已經軟了 很好吃 平時更香 金筍如果是這樣的做法 很簡單 我們怎樣試雞腿 插筷子 看看它出來的熱 是甚麼顏色 透明的就可以了 有少許血色或粉紅色 都不可以 當然 你試一試 拿一隻出來吃一下便可以了 就會選一隻 我呢 就覺得不夠鹹 我把鹽放進去 搞定 拌麵都可以 除了送飯 因為拌麵都可以 搞定了 拿著吃便會更香 當然 看環境 很多汁 送飯 很棒 麻煩 還沒訂閱 請訂閱 訂閱是免費的 可以告訴我 分享給朋友 所以要擔心 小朋友吃不到 因為主軟的酒 酒精已經揮發 只有麥芽的味道 真的很棒 啤酒除了炆鴨 有很多東西可以做到 我帶我慢慢先分享給大家 今次也分享雞翼 用啤酒做 很軟的 小朋友都吃到 很香的 例如紅酒炆牛肉 有一種很獨特的香味 啤酒炆雞腿 它也有一種很獨特的香味 其他配料是給不到你的 希望大家喜歡 好 十分之好送飯 十分之簡單 幾隻雞啤就搞定了 今天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 謝謝你了 拜拜